掌握理财,决定着财富和未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高人盛世 我是大家的主播大盛 我是老高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有很多那个 市场的信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是都是和虚拟币和比特币相关的 尤其是从昨天爆出来的新闻之后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信息和大家分享 让我们先开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吧 好,今天第一个新闻 Tesla昨天花了1.5 billion 那个是15亿美金,对不对 是的,15亿美金 买了比特币 那这是什么事情呢 你看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昨天Tesla就官宣了 说他们在他们账上买了15亿的 花了15亿去买那个比特币 那这个对于Tesla和对于比特币来说 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大型公司已经很开始重视虚拟币了 尤其是比特币的那个重要性 那15亿对于那个Tesla来说是什么 他们有7.7%的cash flow 就是他们有闲钱选择投资在比特币里面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对于大型公司的话 他们有闲钱的时候也会去拿去投资 因为有那个inflation 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让他们收取这个钱在贬值吧 对,没错 因为如果今天我公司是有100亿的话 说真的2%的贬值 还说对他还说影响力很大呢 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种大型公司 他们也开始选择比特币来投资的话 那对于小户来说像我们这样的话 是不是比特币也会成为我们其中的选择 还有因为Tesla他就宣布 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就昨天特别是比特币 就突然就往上涨了 昨天那个就破了又重新又破了4万 昨天我记得有到4万3 昨天我靠去睡觉前涨到4万6了 那等一下我们肯定要更详细的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昨天今天比特币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那要再来剩下这周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多关注一下 可能比特币这东西我们该怎么样去投资 对没错 因为像那些相关行业 比如说这个叫做Marathon Patent Group和Royce Blockchain 这两个是专门挖币的公司 其实也涨了30%和22.6%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相关和比特币相关的行业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 是的 那我想先换一下这个话题 就是关你上周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在等 我的1400在哪里 这个钱到底会不会那个政府会不会出 像对我来说 我是很关注这个这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吗 这1400吗 美国政府在印这个钱的话 是对短期来说 股票所有的整个市场 不管是S&P Index Fund 所有的事会往上涨 那现在关于这件事情 政府他们现在还在讨论 但是说真的 现在已经是2月中 肯定2月底3月初的话 这个钱就一定要出了 因为那个时候 拜登就有答应大家说 他一当做总统后 这是第一件事情 他就赶快要开始解决了 那当然最早是说 还会多加2000 那从这个2000变成了1000次 有没有可能会跌到1000块 这个现在大家不知道 因为现在政府那边 他们已经确定说要给钱 只是问你是要给钱给多少人 举例你今年你的收入是高于可能7万5的话 他就说好不好意思 这个你的收入太高了 这个钱就不给你了 so最后来说 我们就要大家还在多关注这个东西 越快他们可以把这个Approve好的话 我们越快就看到 我们的Stock Market这段时间 这个成长就一直往上一直在冲 因为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现在在跟大家播放 Market是已经closed了 但是你看我们S&P跟DAO 今天终于就有一天 就是他稍微有一点的correction了 说实在已经几天 今天算第6天吗 对已经连续成长6天 然后今天有个回调 对于市场来说也是非常一个好的调整 因为像这个市场一直涨的话 其实也是蛮恐怖的 是的 那然后但你看NASDAQ现在又破新的记录 像如果你们看一下我们从三月份那个时候嘛 就是因为疫情 大家就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很多人开始单来卖股票 那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破到新的记录了 这个嘛说真的就想让大家知道说政府又说还要在印钱的话 大家就知道钱越来越一直贬值 肯定就更需要去就做投资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些股票吧 那我知道今天的大主题是跟比特币有相关的 但是那个大事 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TESLA跌了呢 那大家可以先看到 从28号的时候就这一块 他涨的话主要是还因为他买那个比特币 然后大家如果对那个TESLA感兴趣的 或者对比特币感兴趣的投资 都选择在这买了 但是接下来这个跌呢 一是因为在中国那块出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本身TESLA它的车有召回的事件 二是中国政府也宣布说 要对TESLA的电子车有更严厉的那种监管 导致于它的一些价格往下有个小浮动的下降 另外原因也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不太投比特币 然后但是他看到TESLA选择去投比特币 那可能是对TESLA的这个投资方案有一些疑问 而导致于他们去卖TESLA的股票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有很多公司像TESLA 还有像我等一下想跟他商量 就像PayPal还有像Square 这些公司他们一部分 他们的available的这个钱 拿去投资去买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涨 说真的理论上在他们帐上 这家公司的value这个钱就一直往上升 那是不是现在变成了 反而就是我现在如果要去投入去买TESLA 我去买像PayPal或者连Square的话 我反而我在支持这家公司在买他的股票 说真的我现在也在支持比特币了 对其实变相的就是这种想法 因为如果你对比特币不了解的话 或者觉得他这个太虚构的话 你不想投资他 但是你很看好PayPal 很看好Square这种电子付款的公司 或者很看好TESLA 但是这种大头公司也选择去投那个比特币了 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 或者是给我们大众一个信息就是说 大型公司也在投那个虚拟币包括比特币 就是现在变成了他们也在看上 就是有哪些别的地方能投了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经常都看到说那大公司收购小一点 公司有点就是像把他们所有的股票全部就卖了 那当然投资房地产也是个部分 但是你说你今天钱有到100亿的话吗 说真的有那么多房地产能买吗 所以当然他们就开始考虑 可能是买黄金买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asset吗 也是为了就是帮助他们公司 就是他们短期这些cash flow的话 不像是就是把这个钱停留放在银行里面 那我想抓紧时间 我们直接去商量一下 今天我们的那个crypto market是怎么样了 so昨天那个比特币就是破了 重新又又回到那个4万以上了 我我只想特别提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那个大神去年3月份吗 那个景气就是刚开始不好的时候吗 那个强制隔离你知道比特币那个时候一个coin吗 才6000左右吗 对我记得当时跟同事开玩笑说如果跌到2500的话 我们肯定要入手买几个买几枚 我自己都还后悔说那个时候没有买更多说真的吗 你想一想从6000然后你说在12个月的以内吗 就涨到4万6000了吗 这个是真的就很夸张说真的 有的人当然就觉得这是不是很危险 是不是有这样这个风险 正常来说我会同意跟大家说 是的是有蛮大的风险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每次我知道跟大家商量那个比特币 我这边调出来这个东西给你看它整个历史 从他们开始统计在13年的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才多少钱 才几百多块 我有时候还希望我可以回去那个时候去买呢 大家每时候看上就比特币那个时候 记得在17年年底那个时候吗 就有冲到差不多16000 17000 然后就大跌连到19年那个时候又跌到3000块左右 那大家就来想说有没有可能吗 这一次也会一样的一个情况上 可能又涨到可能8万块 然后可能跌到可能有没有跌到个300块 以前我会相信觉得这是可能的 但是现在嘛 比特币有很多这些就大的公司 像Tesla Square就很多大的公司 现在投资了 后面有很多一些银行 像什么Silver Gate Capital 是完全都是在跟他们这个Crypto 这么有相关的话 它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跌 但是已经不会像以前就那么明显 你说从17000 然后就跌到什么几千多块这样的这个情况了 然后所以嘛 我们现在就它已经在这样大涨 你可以看这几天吗 它就已经在涨 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说 它的Vaultily 当然跟很多股票来说对比是就是 它成长率跟它跌 说真的可能in time会有个15%到25% 对有的人说这可能风险是蛮大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你如果现在看的话 它现在就是一直往上 就是一直在上去了 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是跑不掉 就很明显 连看Ethereum嘛 就是在虚拟币里面就第二的那个金额 marketcap最高的话 它也上周就破新的那个新的记录了 也在差不多15001600 那现在也涨到1700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前三个月 说在在12分它也才在500多 那现在就已经变了差不多到那个1700了 说真的按照比特币这样成长的话 Ethereum嘛也很可能 就是我觉得很容易嘛 20002500到今年夏天 我们都是可以都觉得都肯定都是会碰到的 原因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就想要就是可能要投钱去 就觉得这也是算是个蛮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了 因为嘛比特币Ethereum这些的 现在也有很多网购的平台 他们说他们也愿意就是接受这个 那个周一昨天的那个新闻 Tesla说他们除了只是买了15亿的比特币 他们不是也是说他们以后要接受嘛 就可能买他的车 也就是你可以拿比特币去去付钱 对也接受比特币付款 那对Tesla一辆车 这是几万美金的那个交易额来说的话呢 用比特币来付款的话 肯定会对比特币使用的那个性格或者是习惯也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变成是我这个东西我投资不只是能累积就是它的那个它的价值对不对 反而我今天可以真的拿出来用就当做钱的话 那我觉得长期我这个东西肯定还会在涨 因为连像我刚刚跟大家在商量 像paypal square这些他们也都说了 他们以后也是希望让人家在那上面也可以能转就是比特币当做一个金额了 so我们因为就聊那么多跟比特币的话 我觉得我想先回答一个就今天主要的这个大问题 经常大家都在问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大问题是比特币还能不能买现在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嘛 我们先看一下嘛 我这个是一个chart 我刚刚就是去下载的 这个就是在rank 现在你能投资的一些就是equities 就是那个exchange或点crypto嘛 就是像什么东西的金额比例就是最值钱的 像黄金这些大家最近都知道一直在往下在贬值 那但很多人就看到说比特币是不是一直往这边就一直在往上冲了 你看我们有腾讯 Google Amazon Microsoft 苹果 就是很多这些都是很大的公司 但你发现比特币已经排名B9了 这个东西连半年前比特币都还没有在那个前20年这边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很明显 就是他的这整个这个asset说真的嘛 是很多人真的很就是看上了 那关于投资的部分要怎么去投入 那最简单的方法嘛 我现在就教你 好那我这边又有那个比特币的那个chart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就是一直往上这样子一直冲 那很多人都会说 哦我现在手里有5000块 那什么时候投入才是最好的时间 因为我怕他可能还会有这样这个跌 有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连我自己嘛 因为我现在是看上比特币 他长期那个value嘛 英文叫做是dollar cost averaging 就是你不是如果按照5000块来说 你不是突然就是把所有的5000块 就是一次性都买 一个更保守方式 你看他现在比特币还涨对不对 比如说一月份的时候涨到4万 你在这个时候你稍微关注一下 等到他稍微跌了一点 可能在3万5的时候花个250块就买一点 如果又再跌再买一点 那你发现他又在涨了对不对 好你在等到他又再下来再跌一点 你就再买一点 就是我就慢慢这样累积 每一次在这边的话就花一点250 那你最后这样你就可以累积一个比较保守的 就是把5000块也都投入到比特币里面去了 不要考虑说哦 我是不是一次性吗 就是在4万这边全部就把我全部5000块就投进去了 因为这样的话对我还是有他的风险 像现在看一下 今天的话比特币已经涨到我们在4万7左右 他肯定还是会有一些correction 他可能还是会下来 可能我们几天后可能会跌到4万2 4万1 所以我们是每次等到他跌之后 就再累积一点就是了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聪明的方式 如果你现在对比特币或连Ethereum这些的话 你想要投入的话 不要一次大量就把全部钱就放进去 慢慢累积一点一点的话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 说真的吗 这个也对投资很多股票吗 说真的也是一样 像今天如果我要去投资苹果的股票 但是我觉得今天苹果贵了吗 好啊 你每次觉得他股票稍微跌了一点 就稍微买个一点点 可能买个2到5个share 然后如果他再跌再多买一点 然后他涨的时候 你就稍微再关注一下 等他每次跌 再多投资一点吧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 如果你今天觉得什么种股票 不要考一只比特币 这样这种的虚拟币的话 觉得就是太贵 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去投资一个股票 或者这样的虚拟币 是的 其实老高说的很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策略 尤其是你对一个公司 比如说你对投资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你知道一家公司特别好 比如苹果或者Microsoft 或者是亚马逊 这些大型公司 你非常喜欢这只股票 但是一只股票太贵 你不知道怎么买 那就像刚才老高说的 如果你手上有5000块钱 你可以分10份 甚至分20份 每次当这只股票 它有只跌的话 你就买一份 跌的时候你买一份 那以长久来算的话 你都是在他跌的时候买入的话 那他如果长期是一个往上涨的情况下 那你长期来说你也是赚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那个跟大家商量那个股票和那个虚拟币就到这里了 好 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点赞和转发 那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 拜拜 拜拜